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的美股行情,被称作圣诞行情,通常这一个月美股的表现会胜出其他时段。 不过今年的圣诞行情,是否会延续仍是未知数? 当地时间周二,特朗普暗示将对苹果在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iPhone和苹果电脑增加10%的税收,苹果当天股价因声下跌。 不过,受到中美重启贸易谈判消息的提振,收盘时跌幅收窄,受科技公司抛售潮影响,苹果公司股价本月已经下跌超过20%,特朗普表示,针对iPhone和苹果电脑税收的增加,是消费者能够容忍的。 直到目前,苹果公司产品一直免于被列入钉税名单,但是这家iPhone生产商可能无法避免新一轮2670亿美元征税的制裁。 如果iPhone手机价格上涨10%,因为这目前iPhone手机平均793美元的均价将进一步上涨到接近900美元,这无疑将会影响销量。 过去的两个季度中,iPhone手机销量仅畏略上涨。 根据研究机构Bullspine分析师Tony,Sacone给的预测,苹果25%的收入都将受到影响,也就是说,有超过500亿美元的收入,将面临10%至25%的税收。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部门周二下调了苹果公司的股价预期,该机构称,苹果iPhone需求批软已经能够从供应力伙伴的中看出端倪,并且这种现象的期内不会消失。 上周,高盛也下调了苹果的股价预期,并称苹果的问题,除了中国需求呈现批软之外,苹果最新推出的中低端手机iPhone XR 的价格策略也出现失衡,令消费者不容易接受。 据日本媒体报道,iPhone XR在日本已经降价30%。 在苹果最新公布的财报中,公司表示未来将不再公开启iPhone销量。 这一新举措也本是做苹果iPhone销量开始走下暴露的标志,尽管苹果公司对此予以否认, 坏消息还在不断的袭击这家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。 本周苹果公司将前往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,试图阻止疫情客户以烂用垄断为由,起诉这家科技巨头。 这些用户声称,苹果通过禁止竞叮对手,进入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应用商店,迫使他们支付过高的应用费用。 如果苹果在这起诉讼案中败诉,这将威胁到苹果利润最为丰厚,增长最快的苹果商城业务。 仅上一季度,苹果商城的收入就高达100亿美元,苹果公司股价本月已经跌至20%,公司市值也急剧下滑。 目前苹果公司市值已经下跌至8268亿美元,比起今年8月突破1万亿美元的时候,下滑了近20%, 更为残酷的是苹果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地位已可能不保,微软正在银头赶上。 截至当地时间周二收盘,微软市值已经达到8224亿美元,非常接近苹果公司的市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